司令员 这是不是写错了啊 一个来向陈希莲报告工作的战士 在临走时看到了桌上的一幅字 心知口快的 他也没有多虑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陈希莲没理他 因为他已经盯着这幅字半天了 上面写着人民的炮兵万岁七个大字 落款是毛主席的名字 陈希莲虽然文化程度不算高 但这个炮兵的炮字 他还是知道怎么写的 不应该是火字旁吗 毛主席咋就写成十字旁了呢 按理说毛主席肚子里的墨水 肯定比自己多啊 应该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思来想去 陈希莲最后还是选择了相信毛主席 事后毛主席给他解释了一遍 其中蕴含的深意 陈希莲这才明白毛主席的高瞻援主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要这么写 其中到底蕴含了毛主席 对于炮兵部队怎样的期许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1950年 陈希莲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 主要负责主持制定炮兵发展规划 组织炮兵部队进口 改装以及研制炮兵武器装备 他在任期间 为新中国炮兵部队的建设与发展 做出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和贡献 这一年的建军节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建军节 所以其受到了国家领导人多方面的关注 为了彰显中国人民军队23年来的光荣历程 以中央军委牵头 举行了一系列隆重的庆祝活动 地点就选在故宫的太和宫广场 在建军节开始以前 毛主席还亲自写了一幅字 派人送去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 新中国的首任炮兵司令员是陈希莲 他听说毛主席写了符字送过来 赶紧就让宋自来的同志把东西送进了他的办公室 他觉得毛主席在这个时候送自来 会不会是军委有什么新的指令 可这符字一拉开 陈希莲愣住了 上面写了七个大字 是人民的炮兵万岁 陈希莲望着这符字陷入了沉思 可他来回反复看了好几遍 就差从字缝里看字了 也没想明白 毛主席这难道是写错字了 这炮兵的炮字是这么写的 事后 毛主席来炮兵司令部视察的时候 陈希莲跟毛主席提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 毛主席笑着给他解释道 我写的这个炮字 代表的是中国古代的大炮 就是投石车嘛 中国是发明大炮的老祖宗 后来西方国家的火器和火药 都是从我们国家传过去的 现在的这个炮字 就是把火药加进去之后造出来的 我写十字旁的炮 是为了提醒你们 不忘历史 精以求精啊 陈希莲听完后 这才恍然大悟 跟毛主席保证自己 一定会继续带领解放军炮兵部队不断进步 争取早日成为全世界一流的炮兵部队 到了50年代末期的时候 我国的解放军炮兵部队 已经基本做到了编制合理扩大化 规范化 各项训练项目正规 设施配套齐全 在抗美援朝战争和炮击金门作战中 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58年 为了配合负责导弹研发的科学家们进行研究 陈希莲上将曾多次带领专家组 乘坐专机飞越戈壁 在无人区进行详尽的调查 最终 在大量一手资料的数据支持下 我国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 选址在甘肃九泉 在这里 由陈氏区上将和孙继先中将率领的第19 二世兵团 用了两年时间建立起了一座导弹发射靶场 这个靶场 便是后来的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1959年起 陈希莲将军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炮兵司令员由原来郑伟邱创成接任 从1957年起 国家就有了成立战略火箭部队的想法 只不过那个时候 因为要做保密工作 所以对外宣称的代号是炮兵技术部 为了响应国家号召 邱创成主动将当时炮兵部队里最好 最优秀的干部抽调出来进行战略火箭部队的筹备和组建 这支战略火箭部队在1966年7月1日 由毛主席批准周总理命名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 2015年12月31日 二炮部队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从战略性兵种上升为了独立军种 真正从各方面成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之一 在我国炮兵部队的建立过程中从古至今其实是历经了诸多坎坷的 中国人讲求实用性与信仰结合 所以大炮的发展史也跟其在实战中的作用有着很大联系 说起大炮这个词语还要追溯到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 当时的战争进程中就出现了士兵操纵重型炮石机的记录 炮这个字也是由此而来 这种炮石机的架构多用木料制成 经过了大约1400多年的发展与改良 到了唐朝时期 汉人与高沟黎作战时的抛石车 已经可以抛投出300多斤的石料 高沟黎的木制成炸 在这种武器面前根本毫无反抗能力 而将火器和火药运用到抛石车中就要到宋朝了 宋朝时期已经出现了用抛石机发射火药 铁弹等威力更甚的破坏物 并且第一次将操作人员称作炮手 明代以后基本就很少使用抛石车了 火炮成为了新的戳 最出彩的就要数明代大名鼎鼎的神机营了 永乐七年至永乐八年 明成组朱棣在北京建立神机营 以火炮和火枪作为主要武器装备 是世界上最早的火器部队 之后朱棣亲征末北 率50万大军士讨达达 开创性的以神机营与布其兵种配合作战 在沃南河畔大破敌军 对方仅气气逃脱 充分证明了在武器装备各方面领先的情况下 装备落后的一方根本就没有还手的能力 到了清朝 炮石车更是直接退出历史舞台 火器基本上取代了所有武器 1912年 南京临时政府军队的步兵失礼就编有炮兵团 后面国民党军队更是直接拉出了一个旅的编制 可见其对炮兵的重视程度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部队就要从南昌起义的时候开始说起了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 参与起义的部队中就有炮兵营的存在 只是后来起义失败后 这些大炮就被放弃了 红军时期较多使用的是山炮和迫击炮 而且最高规模也只能达到团级 长征的时候 红军中参加的炮兵人数有三个营十二个连 长征结束后就只剩九个连了 直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 八路军武装才开始重新建立专门指挥炮兵的部队 1938年1月28日 八路军总部在山西林坟成立直属炮兵团 由朝鲜将领金武廷担任团长邱创成担任政委 后来1944年12月以此为基础 组建了延安炮兵学校 校长由郭化若担任 政委依旧是邱创成 延安炮兵学校仅用了大约半年时间 就从无道友培训了大约一千多名干部 为后续人民解放军各大野战军的炮兵部队 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条件 解放战争时期 各大野战军基本上都先后成立了各自专门的炮兵部队 甚至还发展出了炮兵纵队这种规模的作战单位 在三大战役等重要攻坚战役中 炮兵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里要专门提到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朱瑞 1948年1月出任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 毛主席在见他最后一面时 临别之际说过一句话苏联有炮兵元帅 你就做我们中国的炮兵元帅吧 可朱瑞没能等到毛主席兑现这句口头诺言 同年10月 朱瑞在从指挥所外出的途中触雷 不幸英年早逝10年43岁 在三大战役的辽沈战役中 东野的炮纵在整场战役里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奠定这一切基础的人 就是朱瑞同志 1945年 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但其武器装备 基本上都被国民党军队所接收 并且日本关东军的装备 还被苏联红军运了回去 八路军和新四军手上 只有少量的山炮和迫击炮 这还是战争时期从鬼子和伪军手上缴获来的 此时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 大举调兵遣将向东北地区发起进攻 面对解放战争初期 这种咬紧牙关的态势 朱瑞同志适时地提出了分散干部 搜集武器 发展部队 建立家业的十六子方针 于是 在朱瑞同志的指导思想下 延安炮兵学校的师生 共同努力了接近一年时间 收集各种火炮七百余门 相关的零配件和器材也有很多 为后面建立东北野战军炮兵部队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5年夏天 朱瑞主动向中央提出 要去从事建设炮兵部队的工作 得到了批准 并被分配到延安炮兵学校 后来校长郭化若 奔赴鲁南军区担任副司令员 朱瑞就成了代理校长 第二年 东北军区宣布将延安炮兵学校 改名为东北军区炮兵学校 仍由朱瑞出任校长 并且兼任东北军政大学副校长 东北军区炮兵学校 在辽审战役打响前 向东北民主联军 输送了两千多名炮兵干部 其教育手段可谓是卓有成效 1946年10月 朱瑞同志出任 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 在他的研究与计划下 东北民主联军炮兵部队的 分散状态得到了有效改善 他对炮兵部队的装备 作战 组织 训练等各方面项目 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朱瑞同志这些要求 被迅速推广到全国军区 人民解放军的炮兵部队 从此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 1948年1月1日 东北民主联军 正式更名为东北野战军 朱瑞同志改任东北军区 兼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 9月12日 东野司令员林彪 在政委罗戎桓的建议下 终于下定了攻打锦州的决心 东北野战军立即在林彪的指挥下 迅速向北宁线进发 炮纵和坦克分队 则在罗戎桓的要求下 也全部投入到了 攻打锦州的正面战场 由此 朱瑞随部队南下参战 10月1日上午 东野推进到锦州以北的 一线县城 这是一座国民党打造多年的监城 但在朱瑞面前 却不算什么 短短6个小时的时间 朱瑞就指挥炮纵正面摧毁了 国民党经营许久的攻势 全歼守城军队 活捉敌师长王世高 是辽沈战役之后 东野的第一个胜仗 此战过后 我军缴获了一些 美军提供的榴弹炮 对于解放军来说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缴获 这种型号的火炮 朱瑞听到这个消息后 十分激动 一线战斗还没结束 朱瑞就急匆匆地 从指挥所跑出去 想要去前沿震盾 看看这架榴弹炮 却在途中 被敌军埋射的地雷炸死 不幸壮烈牺牲 他也是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 阵亡的最高级别将领 是唯一被毛主席在口头上 称作中国炮兵元帅的 我军将领 东野在此战之后 虽然获得了胜利 但是朱瑞的粗然离世 让所有人都难以高兴起来 最后的最后 东野也只能以辽沈 平均 渡江乃至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去纪念这位 为解放军炮兵事业 贡献毕生经历的好同志 如果朱瑞同志在天有灵 能看见现在中国现代化的火箭军 让中国人在世界上 都能挺之腰杆 我想他也一定会欣慰 自己所付出过的一切 都没有被辜负 看完这段有关毛主席 为炮兵提词的往事 屏幕前的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